那这件事咱们就这么处理 好吗 我不是说过你们三个人 不用来开会的吗 你们怎么还来呢 算了算了 他们毕竟也是程老板的儿子 就让他们听听吧 你们几个也真是的 没大没小 目无尊长 程老板来了也不招呼一声 以后再这样 曲姐可就不把你招呼 我帮你们了 各位 在会议开始之前 我要宣布一项 很重要的人事变动案 以下念叨名字的人 马上开除 立刻到出拿部领取 这个月工资之后就离开 叶辉 小宋 梁爱常 高玲玲 桂花香 罗友强 二叔 这怎么能这个样子啊 你凭什么开除他们 他们犯什么错了 不忠 他们这几个人 对银行极度不忠 上次我在这边 让他们表态 到底支持我呢 还是支持外人 没想到这几个人 支持外人 让我太不可思议了 我告诉你们 二叔我 对于谁是人 谁是鬼 我看得一清二楚 桂花香 我不是讲了吗 你们这些人 怎么还不走呢 你 不要走 一个都不准走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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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回来了 我们怎么回来了 爸 我送你回去吧 银行的事有我们的 没事的 扔衣服得了吗 再不来 银行都变成别人的了 来来 坐坐坐坐 坐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 喜事 我跟唐楠 今天我们准备结婚 结婚 恭喜爸 恭喜蓝姐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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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姐 恭喜 程老板 你这是唱得哪出了 不会是在医院待得太久 呆糊涂了吧 曲姐 程老板可没糊涂 对 她清醒得很 我们决定了 尽快完婚 我真的很庆幸啊 到这个岁数 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归宿 我还得感谢你这个大媚人 要不是你左一句心心相印 又一句心灵相通 我还一直以为 我对一妃的感情 是属于那种单纯的 崇拜和感恩 多亏了你的提醒 我现在才发现 我们两个 早就相爱了 唐岚 我想问问你 刘传一死了才几天 七个月零三天 怎么了 你们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吗 比那些夏三流的妓女还不要脸 刘传一也太死不瞑目了吧 如果传一知道这个消息 他一定会替我高兴的 因为他的心愿 就是希望我能幸福 只要我幸福 他就会为我开心的 好 好 大哥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您还记不记得 医生说您还能活多久 运气好两年吧 不走运 一年 我真是很佩服 连做鬼都要做个风流鬼吗 做风流鬼有什么不好 这朱觉有规定说 这只能活两年的人 就不能娶妾吗 就不能甜甜蜜蜜地 过下半辈子吗 大哥你 你要有本事 你就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 你不怕她当场昏倒吗 陈一强 你这大半辈子都在研究 爸的骨头 为什么是黑的 弄得自己四十多岁了 到现在还没娶老婆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怎么能够嫉妒你大哥我 我能够娶个三妻四妾呢 这么热闹啊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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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妈 坐坐大家都坐啊 坐 您来得正好 原来大哥跟唐岚他们真的有私情 他们刚才宣布要结婚 我真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呀 一飞 你们真的要结婚 你 妈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也没有资格说 一飞是您的亲儿子 这桩婚事您同不同意 就说句话吧 是啊 妈 您说 您到底同不同意这桩婚事 您说嘛 妈 妈 妈 别说了 你们都别说了啊 这桩婚事呢 要我说呢 是这样啊 要么不办 要么办起来的话 我们就要风风光光地 热热闹闹地办 让全宗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都为你们的喜事高兴 说起我们常家十几年了 好像还是微风过满月酒的时候热闹过 十几年来咱都没这么热闹过呀 谢谢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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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 真棒啊 真棒啊 妈 好 好 我现在宣布 我太太唐岚 将重新接管永业银行 银行的一切大小事故 都是她说了算 直到我三个儿子 有能力接管银行回去 我三个儿子 什么时候有能力接管银行 也由她说了算 你们同不同意 我同意 蓝妈妈 你有事尽管吩咐我就行了 蓝姨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和我爸结婚 但是我肯定同意 我早就受过二叔 蓝姨 以后有事尽管吩咐 蓝姨 我也完全同意 我会好好协助你的 那你现在就吩咐吧蓝姨 那好 在我接管银行以后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赶走 成天在银行 兴风作浪的那些人 曲姐 郑益祥 还有你们三个 跟他们两个 一个鼻孔出气的 唐军 胡大文 周克雄 马上给我离开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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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滚 出去 快出去 快敢欺负我们 快走 出去 等着瞅吧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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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一飞 我看你还给嚣张多紧 我跟你看谁能活得长 滚 走 快走 唐岚 你别忘了 我还有你们银行 两成股份 您也赶紧出去吧 闭嘴 陈一飞 明天银行 要是有几百个乞丐 来提钱 你可别怪我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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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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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飞 你怎么又回来了 在医院闷得发慌啊 跟医院长请了一天假 回来转转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台灯啊 这房间好像又重新粉刷过啊 你觉得陌生吗 你都已经有十五个月 都十六个月了 没有来过这个屋了 我不是来了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我知道 你肯定会来的 是不是要跟我交代一下 我中江那天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遗言反过来说 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你怎么会这么干 我现在给你机会 我替你解释一下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敢我走也好 修了我也好 是把我抓去寻补 告我也好 我无所谓 一祥那么厉害的人 都度不过你 我一个女子 怎么度得过你呢 这么说你还是不负亲啊 认为自己 还是对的 是吗 我要说多少次你才能相信 是不是要我上吊 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我那天 真的是去山上找大姐 划了一跤不小心 把我们的孩子给吊了 我不是去见什么小白脸 那些都是谣言 你都说了 人言可畏呀 人言可畏呀 方平 二十多年前 我做了一件事情 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你 我见过她 她是个戏子 对吧 没有 你冤枉我 我不认识什么戏子 当生我并没有威胁她 等她一见到我 她就跪下来 我什么也没问 她全告诉我 你们私会过几次 谁先勾引谁 在哪里约会 这些我全知道 没有 没有 撒谎 她的撒谎 没有 没有 撒谎 她的撒谎 我没有 她的撒谎 凤碧 这二十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过你 我就是想让你在这个家 到你给我点勤勉 但我今天之所以告诉你 我就想让你知道 不是老天爷 还有我这个当造物对你不好 给你太少 而是给你太多 你知道妈为什么突然 肯接受唐外做她的儿媳妇吗 那是因为我们达成了 一个君子协议 她不想让这个家再有任何纷争 所以她答应让唐人过门 那我也答应妈 不再追究你和易小内心 破事 但是这件事我们就当做没发生过 以后再也不提了 行吗 起来 方便 我呢 只是一个能够再活两年的人 我希望你能够留下 做一家人和和睦睦 三个女人好好相处 有微风细雨 她们也不能没有亲妈 对吧 如果你没办法把心中的那个院子给扔出去 自己要和陈一笑给我斗 那我也没办法 随你吧 我回医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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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妙啊 在常导饭 我再说一碗 这没人来的 真是什么 蔡大人 喝 陈老板的大喜事 今天也都还这张 还记得这楼真漂亮 跟皇宫似的 你见过 没有 我就是这么觉得 觉得 那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好吗 好啊 你好你个头 兜里就这么点钱 还要在这里吃 能喝碗汤就不错了 多看看 闻味吧 二位 能不能不站在这儿 你挡着道吧 大哥 不好意思问一下 怎么这么大牌的 有什么大人来的 二位不是租界里的吗 不是啊 今天可是程老板 迎娶三姨太的好日子 总董一会儿就过来 又难怪呢 连吃枪的寻谱都有 得得 这个程老板什么人啊 程老板你都不认识 不认识啊 厉害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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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上 配上 还有 编曲啊 坎冉 啪辱 composers πο 伊安 engo 走 交 不讥 5 新娘子长得真挺漂亮的 不讥5 Except 但 好 好 大哥 这次给您带来了不少的货 天麻 天漆 您再瞅瞅 上等的人参 味道好像不对吧 是次品吧 浪泥马不可能啊 你看多好人参啊 这么错 比您手指头还粗呢 真是好东西 您再瞅瞅我这个珍珠粉呢 比他娘的面粉还白呢 您看看 一口价 五十 对 天哥 明明说好是七十嘛 怎么变成五十了呢 不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乡家人好欺负呀 二胡 怎么跟天哥说话呢 没规矩 坐下 天哥 您再加点 去去去去去 好吧 那就再加一点 六十 不能再加了啊 不是 天哥 说好七十嘛 这趟货我们哥儿俩是用命换回来的 您再想想 再想想 你们要是嫌少的话 那咱们谁也别耽误了 领找买家吧 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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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哥儿俩实在是不容易啊 带汤货那是真难哪 您也知道 我们带这汤货要闯两关哪 现在山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话都不说直接开枪啊 还扔手榴弹 那子弹搜搜头上直飞呀 这就是那什么话 什么死一生来的 您说这好不容易下山了吧 进了租界以为没事了 碰上荀薄也直接开枪啊 我们带汤货 不但得防着日本鬼子 防着荀薄 还得摊将它防着山上的蛇 您看看 这次还被蛇咬了一口 也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啊 去去去去去去 您瞅瞅这血滑滑之流啊 这浓滋滋的王位帽 好好好 您瞅瞅 这条腿八成都得废了 赶紧放下 放下 把腿放下啊 天哥 您再多少加点 六十五怎么样 这五块您就全当是给我们医药费了 行了 我怕你们了啊 六十五就六十五吧 谢谢啊 谢谢 我今天真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啊 连总统居然也来了 人家今天可能要回英国 怀疑他不来 怎么样 够面子吧 是呀一杯 看你多有面子啊 总统就算推迟自己的事情 也要来参加你的会 没想到这么热闹啊 对 看把你给看见了 张兰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成家的人了 不再是外人了 以后 在家里要好好孝顺吗 在银行里面 你就是当家作主啊 你就是当家作主啊 好 我知道了 好 妈 以后 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您一定要告诉我啊 妈 自己人了 就不见外了 以后要辛苦你了 秀乔 封平 妈 咱们三个人哪 以后得相处得像亲姐妹 把咱们成家搞得和和睦睦的 开开心心的 我可不想再看见有人吵吵闹闹的 也不想再看见有人掉眼泪啊 妈 你放心 之前啊 我们跟唐岚是有点小误会 这不成了一家人了 这是注定的 缘分 你们就别婆婆妈妈的了 我们给你们布置了新包 我们上去看看吧 对对 走去看看 走吧 走 快去 爸 你知道吗 我跟太阳还有大哥呀 我们准备了很久 对呀 我们准备很久了 走走走走啊 进进房了 蓝姨 你看 蓝姨 你看 这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新房 还喜欢吗 蓝姨 你看这儿 我爸呀 特地让我准备了两张床 知道为什么吗 我爸他 怕他晚上伤口疼的时候 影响你休息 你看我爸他对你是不是很体贴啊 爸 蓝妈妈 你们两个今天结婚 我有一个从小到大 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秘密 但是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我不要跟别人说 好 我答应你 说什么 我 我一直怀疑啊 你们两个老早就是有私情的 那 那我就是你们的私生子 哎 你爸就很担心 就怕奶奶骂你 你 你就跟奶奶说啊 说说我是我妈生的 哎 我妈呢她是个好人啊 她当然当然能答应了 对对对不对 月亮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啊 你们就当没听见啊 这 怎么了 傻小子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你都想得出来 都可以说得出来 啊 这话没跟别人说过吧 我 我 我没跟别人说过 我就跟那个 那个俄姐说过 小时候说的 没有别人说 傻小子 这傻小子 幸好俄姐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年 我也是个老实人 她不会乱传 否则话传出去 叫我给你蓝妈妈怎么做人啊 对对对 怎么做人 哎呀 怎么做人 那本来就是嘛 哎呀 你说 怎么了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 爸 你说蓝妈妈她跟我非亲非故的 从小到大 写字读书都是她教我的 那她凭什么呀 对不对 这一定就是你们两个就有问题 哎呀 行 你别说 哥 爱聊是不是 爱聊 嗯 那我给你倒杯茶 我们继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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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你们今天结婚 我们坐在一起聊聊天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不好吗 哎呀 享受什么天伦之乐啊 爸和蓝姨今天新婚之夜 你在这儿碍手碍脚的干嘛 干嘛嘛就是新房嘛 这不大家聊一聊嘛 开心嘛 多开心啊 那接在 接在闹洞房好不好 对嘛 我就想 想让到了 我有个东西没干 原来就是闹洞房啊 哎呀 你还闹什么洞房啊 赶紧走 你干什么 赶紧走 赶紧走 要不这样 今天晚上啊 你就睡这儿吧 走啊 你 你们刚才不是说要出去吗 怎么还不走 走走 哦 嗯 嗯 啊 pa 说真的 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没事吧 该吃药了 我给你拿药去 一翔 你收拾这么多行李干什么 要去哪儿 澳门 我呢去帮薛姐做点生意 再也不回来了 妈 您是一家之主 可是现在连您都疯了 这个家 我也没什么好留恋呢 过来 坐下 一想啊 你问我为什么要改变主意 让唐澜进咱们程家的门 现在婚礼完了 唐澜也进了家门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这是为什么 那是我的姨爷呢 我从来都没承认过 是我毒死吧 我从来没有叫你来帮我管理银行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居然改了我的姨爷 是 我跟二嫂方平的确是改了你的姨爷 把她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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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你动作了 我就把这个袋子放给全租界的人听 让他们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良心给狗吃了 你竟然敢拿你大哥的遗言做文章 妈 当时的情况是 你坏透了你 我这么做 是和义妃有一个君子协定 我答应唐澜进程家的门 他也必须答应我 忘掉你和奉平以前做的亏心事 过去的事情都一笔勾销 你听明白了吗 你出去一段时间也好 仔细地想想 以后怎么做人 下半辈子路该怎么走 坐吧 我在想啊 你说咱们婆婆明明那么讨厌唐澜 可怎么突然一下子 就答应让他嫁进来了 还大把言习 我要是婆婆 我也这么做 你想想 义妃是她的亲生儿子 况且只能活两年 这不她想要干什么 肯定就让她干什么 我们也是婆婆的亲人 可是再亲 能亲得过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是啊 义妃就能活两年了 奉平 既然唐澜嫁进来了 咱们就好好跟她相处 别让义妃再分心了 好吗 我当然可以了 可她愿意吗 这我说不好 唐澜是什么样的人 咱们毕竟不大熟悉 不过 那个曲姐和易翔的话 他俩毕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鹅姐总不是坏人吧 鹅姐 哪个鹅姐啊 大姐你糊涂了 就是在咱们家 干了二十多年的鹅姐呀 这 这跟鹅姐有什么关系呀 鹅姐可以证明 唐澜是处心积虑 来接近程家的 要一步一步 抢走程家所有的东西 你快别瞎猜了 怎么还越说越恐怖了 大姐 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 不是你没有见过 就不代表没有啊 快别说了 时间不早了 你去休息吧 唐澜是早有预谋的 要不然她怎么会告诉月亮 她才是月亮的亲生妈妈 好 好 哥姐 坐 什么事啊 二奶奶 今年年初 我和你陪老太太上香 你告诉我 月亮跟你说 唐澜才是她的亲生母亲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是 是这么说的 月亮怎么说的 你详细点说 二奶奶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真记不清了 你快说 这大奶奶平日里 对你那么好 把你当自己人 说吧 我 我 哥姐 到底怎么回事 慢慢说 说实话 月亮少爷当时跟我说 老爷跟唐澜哪 早就要好了 说唐澜才是她亲妈 她不是大奶奶的儿子 你看 这月亮当年才七岁呀 一个七岁的孩子 她懂什么呀 这唐澜十几年前 就已经计划好 害我们成家了 大姐 我这是越听越心寒 这么狠心一个女人 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呀 事后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大姐 别说了 我不想听 等我回去休息 二奶奶 月亮少爷当时还是个小孩子 童颜无忌啊 您这是 就是她来说的 是她教月亮说的 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 就是她教的 懂不懂 我懂 可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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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张大哥 你没事吧 是不是伤口疼得很厉害 我给你去拿止疼药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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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痛 怎么没睡呢 我 我有点认床 不太习惯 真是 难为你了 幸亏啊 有你在我这边 替我遮风挡雨 要是没你的话 我这 往后的日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 你别这么说 是你先替我挡的那颗子弹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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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又来了 干吗那么计较呢 我们两个之间没那个账本 所谓你欠我 我欠你的 没有 可刚才 是你先提的呀 从现在开始 谁都不要贴 好吧 要不早点睡吧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你就叫我 怎么啦 在想什么 怎么了 在想什么 盗蓝 我告诉你 其实 我有一个想法 我要在我临死之前呢 干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我哪天啊 我就拿两把手枪 我在弹码路上 看见哪个日本鬼子不顺眼 我就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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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一个我就够门 杀死两个三个四个五 那我就赚到了 那我拜托你啊 帮忙 你帮我杀几个汉奸 虽然日本人的嘴脸很可恨 但是我觉得汉奸的嘴脸啊 更恶心 那我得准准准备两起机关枪 刀手 统统给打死啊 简直 月亮少生 真是有其父必有妻子啊 我告诉你啊 我 我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心血来超我还要干一件 轰动全世界的事情 每一天啊 我就把银行所有的这个钱 统统领出来 然后呢 哪人多 我就到哪儿去发钱 只要是中国人 就统统 统统地来领 然后呢 然后 我 要留一部分钱 全给抗日组织 对 对 然后呢 我再拍一部爱国电影 赶到所有的同胞 让大家一起去抗日 抗日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啊 还要请两个 医术告明的外国大夫 对 对 请 请外国大夫感染 帮你看病啊 我现在听说啊 医术很告明 他们可以把你体内的子弹 取出来 这样你就能长命百岁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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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命百岁 我又可以滑下来了 然后 完蛋了 完蛋了 什么完蛋了 钱挂完了 人还活着 所有租界里面的日本鬼子 跟汉奸 照顾不好求啊 我 我 我躲 我躲 往哪儿去 我往哪儿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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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我 我往哪儿躲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没有啊 想到啊 想到我和你 传一聊天的时候 每次都聊得那么开心 很高兴 传一你不在了 我呢 一声说 你只有两年时间可以活 随时都会死 以后 再也看不懂月亮 去空见你了 我呢 我呢 你也看不懂月亮 我呢 我呢 什么是寂静 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冲击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 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既然看见你 看见你的那时 也不幸福出现了 我真是良心做得不醒 那我像我感谢你 有趣的那样